約翰福音 第3章 22-36 這時以後,耶穌和門徒離開耶路撒冷,進了猶太的鄉村。 耶穌跟他們在那裏住了一段時間,為人們施浸。 這時,施浸約翰也在撒冷附近的哀亂為人施浸,因為那裏水源沖沛,不斷有人前來受浸。 這時約翰被關進監獄前的事。 一次,約翰的門徒跟一個猶太人為傑政禮爭辯起來,約翰的門徒就來找約翰,說, 拉比,你曾在約旦河對岸遇到一個人,認出他就是基督,現在他也在為人施浸。 大家都到他那裏去,不來我們者而了。 約翰說,如果不是上帝從天上賜下來,沒有人能得到什麼。 你們都知道我曾經非常明確地告訴你們。 我不是基督,只是來為他預備道路的,取新娘的是新郎。 伴郎只是歡體地站在他旁邊,聽他起誓。 因此,看見他有所成就,我就滿心快樂。 他必興旺,我必須微。 他是從上面來的,比任何人都大。 我們屬於地,所說的都是地上的事。 但他是從天上來的,比任何人都大。 他要為他所看見和所聽見的作見證。 然而相信他話的人卻寥寥無幾。 接受他見證的人,就能確認上帝是真的。 因為他是上帝差來的。 他所說的是上帝的話。 上帝無限地把聖靈刺給他。 父愛他的兒子,已經把一切都交在他的手中。 信上帝而子的人,就有永生。 不信從子的人,不但得不到永生。 且永遠處在上帝憤怒的審判之下。